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封信里面,他回顾了自己过去七年的生命经历 原来弹影里除了为王解开金属人像的梦境之外 后来又为王解了一个关于大树倒下的梦 这个梦预言了王将遭遇七年的重大打击 但这场危机却也翻转了尼布贾尼扫王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读《弹颖礼书》第四章 《弹颖礼书》第四章 尼布贾尼扫王小玉住在全地各方 各国各族的人说 愿你们大享平安 我乐意将至高的神 向我所行的神迹骑士宣扬出来 他的神迹和其大 他的骑士和其胜 他的国是永远的 他的权柄存到万代 我尼布贾尼扫安居在宫中 平顺在殿内 我做了一梦 使我惧怕 我在床上的思念 并脑中的意象 使我惊慌 所以我降止 照巴比伦的一切哲事 到我面前 叫他们把梦的讲解告诉我 于是那些术士 用法术的 加勒底人 关照的都进来 我将那梦告诉了他们 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 告诉我 末后那照我神的名 称为伯提沙萨的但以理 来到我面前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 我将梦告诉他说 术士的领袖伯提沙萨 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什么奥秘的事 都不能使你为难 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 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 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 极其高大 那树渐长 而且坚固 高的顶天 从地极都能看见 叶子滑美 果子甚多 可做众生的食物 田野的走兽卧在蕴下 天空的飞鸟塑在枝上 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 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 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 从天而降 大声呼叫说 法岛这树 砍下枝子 摇掉叶子 抛散果子 使走兽离开树下 飞鸟躲开树枝 树墩却要留在地内 用铁圈和铜圈固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 让天露低失 使他与地上的兽 一同吃草 使他的心改变 不如人心 给他一个兽心 使他经过七期 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 圣者所出的令 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或立即卑微的人 执掌国权 这是我尼布贾尼撒王 所做的梦 伯提沙萨 你要说明这梦的讲解 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事 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 唯独你能 因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于是称为伯提沙萨的 但以理惊讶片时 心意惊慌 王说 伯提沙萨 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惊慌 伯提沙萨回答说 我主啊 愿这梦归于恨恶你的人 讲解归于你的敌人 你所见的树建长 而且坚固 高的顶天 从地极都能看见 叶子滑美 果子甚多 可做众生的食物 天野的走兽住在旗下 天空的飞鸟 塑在枝上 王啊 这建长又坚固的树就是你 你的威势建长极天 你的权柄管到地极 王继看见一位守望的圣者 从天而降 说 将这树砍伐毁坏 树墩却要留在地内 用铁圈和铜圈固住 在田野的青草中 让天路低湿 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 直到经过七期 王啊 讲解就是这样 临到我主我王的事 是出于至高者的命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被添露低湿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 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 就赐予谁 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墩 等你知道诸天掌权 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 王啊 求你悦纳我的谏言 以施行公义 断绝罪过 以怜悯穷人 除掉罪孽 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 这事都临到你不假尼撒王 过了十二个月 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 他说 这大巴比伦 不是我用大能大力 建为京都 要嫌我威严的荣耀吗 这话在网口中尚未说完 有声音从天降下 说 你不假尼撒王啊 有话对你说 你的国位离开你了 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 与野地的兽同居 吃草如牛 且要经过七期 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 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 当时这话 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 他被赶出离开世人 吃草如牛 身被添露低失 头发长长 好像阴毛 指甲长长 如同鸟爪 日子满足 我尼布甲尼撒 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我便称颂至高者 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 他的权柄是拥有的 他的国存到万代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那时 我的聪明复归于我 为我国的荣耀 威严和光耀 也都复归于我 并且我的谋士和大臣 也来朝见我 我又得监力在国位上 制大的权柄加增于我 现在我尼布甲尼撒 赞美 尊崇 恭敬天上的王 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 他所行的也都公平 那行动骄傲的 他能降为悲 大多数的圣经学家认为 当时 尼布甲尼撒王 是患上了精神方面的疾病 所以才让他觉得 自己是一头野兽 生活在野外 身心都饱受折磨 但也因着这场病 他大大经历了神的恩典 与怜悯 神拯救了他 使他恢复正常的生活 也恢复了君王的身份 于是 尼布甲尼撒王便写了 这封信仰见证 来告诉百姓 巴比伦的王 已经悔改 归向耶和华了 亲爱的朋友 人生的路上 难免会遭遇疾病和困难 但这些困难 却也可能是生命中 重要的转列点哦 也许他会让我们 懂得放下自己 依靠神 也许他会让骄傲的心 谦卑下来 让忙碌的人 安静下来 更带领一颗 飘国的心 向往回到天父的爱里 所以让我们彼此鼓励 遇到低潮 依然抬起头来 凭信心去接纳 生命中的转机 相信你的生命 永远充满神的恩典和带领 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无论高山低谷 都与我同在 也求你在每个困境中 使我看见 那更美的盼望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抬起头来 迎接生命的转机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